我从没有讲过几个出生的自由 嘿嘿 相机们好啊 我是住宅阿拉斯加的天使 这个Vlog本来我是想新年发的 新年新气象 红红火火啊 开启这个UP主生涯 结果出师未解 好 这不重要 今天呢 咱在北极一个小镇上跨年 那天晚上就零下二十来度 我们骑到镇上的时候 雪也停了 我们镇上吧 你别看人影细数的 但是这已经算很热闹了 而且大家都住的又稀又偏的 每天在家自闭 要不是这么大个节日 大家也都不怎么出门 这个时候应该十一点半左右 烟花已经不停的在放了 饱足声中一岁出啊 相机们 我在这里给诸位半个碗蛋 拜个早年啊 来 相机们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里 唯一的低天 The Fairview上世纪之时候就在这儿了 那时候阿拉斯加还是苏联的呢 我本来想拍这个乐队的小老门 阿拉斯语来形容你的2021 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呢 我呢 虽然这是我来阿拉斯加过的第一个正年 但是感觉从2020开始这日子啊 就每天过得特别模糊 今年挺大一个愿望呢 就是终于把当up主之件事情拿上日程 因为呢 这一年我们在阿拉斯加准备小搞一点事情 感觉会是我们身心成长 比较需要突飞猛进的一年 比较值得来拍一些vlog记录一下 不是有相机们知道我在学开飞机吗 所以未来就会有我在暴吐中克服晕迹的这种 理智高质量vlog 还有什么冰箱啊 雪上摩托啊 盖房子之类的 乡亲们 给我一点动力吧 你还在啊 做视频最难的就是后期了 这个我就是用final cut剪的 我们发一个礼拜也是因为这个 乡亲们 不是我不想发 但是我就是不开窍了 我已经看了好几天教程了 我好崩溃 但是我不会妥协的 我坚决不用手机剪 不是说手机剪不好的意思 但是我的手机真的是用某些APP真的老闪推 太没有安全感了 我这神经真的是受不了 电脑自动保存还是比较靠谱一点 所以实在不好意思 你先凑合着看看 说不定哪天我就有水平了 还有啊 我们最后都喝山头的 那么一丢丢还与小哥共舞 特别是德友啊 这激情斗舞 还是小哥厉害 真的是跳到匹刹 都在这么拥挤的地方还打不到别人 还话说这个小哥啊 他的爸爸好像是个阿拉斯加的传奇人物 也就是在狗拉雪橇旗标赛独冠的那种 他们是被欧移民过来的都把欧移民那边的名字 下次让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再欧遇一下 好 拜拜 拜拜